这期节目准备说得点严肃的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啊 有一些精英人物 把左 极左 行左 实右 宁左 物右 等等这个词当中的 这个左字 本来应该有引号了 他都给去了 以对左直接进行攻击和诋毁 这个势头有点猛啊 这个背景有点复杂呀 有点山雨欲来的感觉啊 大家知道啊 几十年来 右 极右 这些势力 他们同美西方构建搭背 搞的一些事情 我们很多老百姓都看不怪 可是有些人偏偏要反左 他们认为这都是左惹的祸 跟各位说 矛头直接指向两个确立 毫无疑问 反左就是反对两个确立 马克思主义是左 党的领导是左 两个确立是左 只有左才能力挽狂来 转微微啊 你把引号去掉了 你几个意思啊 建议大家去看红色文化网 刘富瑞老师的一篇文章 他谈这个问题 谈得很准 上来就发现一个问题 标点符号的问题啊 标点符号有大用啊 利用标点符号来 反对我们根本的政治制度 是一个新的魔法 很多人不知道 反左的人 有引号没引号 历史上大有欺人 左右相互转换的典型人物叫王明啊 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的左 左倾机会主义是打引号的 在党史里面 党内错误的路线和领导 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和 打了引号的左倾机会主义 左倾的左字一直打引号 右倾机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投降是分裂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 表述为投降主义 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 表述为分裂主义 而打引号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核心问题 是盲动是冒险 瞿秋白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 就打引号的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 也是打引号的表述为冒险主义 至于混进党内的内奸叛徒 阶级异级分子 因为没有占据中央领导地位 没有形成错误路线 所以不属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 和打引号的左倾机会主义 在这一点上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认识 对于两者的认识上 人们存在一个根本的错误思想 就是比较右倾机会主义 和打引号的左倾机会主义 哪个好些哪个更不好 都不好 都是很危险的 陈独秀强调向资产阶级妥协 把革命的领导权 全部让为资产阶级 张国焘分裂主义 那更严重啊 张国焘凭借兵强马壮 向党争权 他要担任中阁军委主席 后来中央被迫 决定把周恩来的红军 总政治委员让给了张国焘 擅自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 成立中央军委 公开分裂红军 那当然这又不好啊 打了引号的左倾机会主义好吗 当然也不好啊 同样是很糟糕很危险 李立三当年1930年的6月 在上海主持政治局会议 通过新的革命高潮 一省于几省 首先胜利决议案 号召城市起义搞冒险主义 红军只在于英勇无畏 但是毫无希望的进攻 无数人倒在血泊当中 王明上台之后 打着中央国际路线 反右倾 实行进攻路线 最大的恶果 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这个王明啊 我去过两次他的坟地 那地方埋了很多有趣的人 什么赫鲁晓夫之类 有机会可以讲讲俄罗斯的坟地 王明二十多岁就当上钦差大臣 不学无术啊 口含天线 不懂时间 指手画脚 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 所以大家想想 两种机会主义相互转换 一会儿高呼革命 一会儿失踪了 这种东西就党内机会主义的谱戏 所以这个社会层面 打了引号的左 这个极左里边这个左 引号是不能去啊 这事很重要 标点符号 它有非常重要的制的规定性 有一些人在网上激进的反极左 极左是什么东西 极左就是左的激进啊 过激啊 极端啊 形成社会思潮 那是要必须反对的 但是把左的引号去掉 有些人 你的面目就包藏不住了 你批引号的极左和批引号的左 那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你站在极右立场上批极左 那是不允许的 而且在中国 在党内有纪律 那要追求责任的 你比方说马克思 列列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 讲讲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问题 讲讲的共同富裕问题啊 你讲讲无产纪专政 好家伙 他一股脑都说你极左 你甚至是说 要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 你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他也说你是极左 这就不合适了 但是有些人跳的很欢 你有什么办法 而且他自己呢 就一会儿跳到这个极端 一会儿跳到那个极端 所以红色文化网的文章说 左呢是马克思主义 反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社会人群中分左中右 所谓左派中间派右派 各国及其各个历史 大抵如此 毛主席关于左右的问题 分析的是最清楚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 在中国 左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政党组织 国家政权 社会制度 都是左 反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就是反党的领导 反人民民主专政 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和社会制度 你把引号删去了 还真就不行 你随便举个例子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左 但绝不是加了引号的左 十八大之后 党中央强调 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发展成果更多的公平汇集 全体人民 你怎么能反这个左呢 反这个左你有几个意思啊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 马克思主义是左呀 马克思主义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主义现在依然是我们党的 知道思想 这个真理不能动摇 不能改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左 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是充满时代特征的 反映社会进步要求的 两个确立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我强烈建议各位到红色文号网 去读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多扎实的理论证 我就没有展开 如果有需要的话 当然可以再讲一讲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